固压业压的计算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做 小胖子家中有一个水桶 形状是这样的 水桶外地面积为250平方厘米 内地面积为200平方厘米 其质量为2000克 现在里面装了3000克的水 发现水的深度为12厘米 小计取10牛每千克 现在分别求一下 桶对地面的压力大小F1和压强大小P1 以及水对桶底的压力大小F2和压强大小P2 做题前我们先分一下类 桶和地面都是固体 它们之间的压力压强计算叫做固压计算 而水是液体 它和桶之间的计算则叫做液压计算 固压计算我们比较熟悉 先来这个 桶放在水平地面上 它对地面的压力大小就等于它和水的总重力大小 即总质量乘以小计 解得F1等于50牛 再利用压强公式P等于F除以S 选择外地面积 可以得到P1等于2000帕 再来看液压的计算 液压跟固压并不相同 我们要计算的是水对容器底部的压力 这个大小在本集中并不等于水的重力 因为看一下桶壁 会发现桶壁向上支持了水 有支持力 反过来水也有压力作用在容器壁 那么水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压在桶底了 那么应该怎样计算水的压力呢 我们要调节一下计算顺序 先利用液体压强公式P等于RGH计算P2 P2可以算出为1200帕 再利用压强公式变形F等于PS 选择内地面积算出F2等于24牛 这样就搞定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固压计算要先利用受力分析 求出压力大小 再利用公式P等于F除以S 求出压强 而液压计算要改变顺序 先利用公式P等于RGH求出液体压强 再利用F等于PS求出液体的压力 这类题目就不成问题了 你明白了吗 呵呵